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OneNote的一些測驗題型 您進到這個任務之後,您按這裡把它打開 好,那在OneNote裡面呢,它有分幾種題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鏈器體 鏈器體就是可以無線鏈器N次 直到它通過您的指定過關標準 過關條件為主 好,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不好意思,為什麼這個帳號給我過關啊 我要用這個帳號來 任務,您就進到任務裡面 那一進來呢,會有一個單元說明 單元說明,所以說要答對100%才過關 好,我們就來開始測驗 那你就看,這一支是什麼 對不對,我隨便回答 好,如果這樣打完了 上面這裡,有沒有叫提交結果 我們就把它提交 確定,會答標準有沒有 就要再做哪一次啊 對啊,一直到過為止啊 沒有過,你可以先跳另外一題 你可以從這邊點了,可以跳另外一題 可是你可以自己知道什麼 欸,我自己的什麼 回答情形有沒有 比如說作業好,教材閱讀的情形 自己也知道啊 好,自己也知道 這叫電器體,這樣沒問題了齁 下一題也是電器體,我就不講 再來一題 這個,叫做投票題 這一題,這一題 這個都是投票題,這三題 欸,這個可能大家應該會知道吧 就是哪一個,舌頭上味蕾嘛 對不對 哪一個味道不是味覺 你看,我就知道哪一對地方 你自己回答啊 那我就考這一題吧 可以嗎 你可以從這邊跳 也可以從哪裡喔 也可以從這裡喔 有沒有,前面後面 上一題,下一題 好 反正 做題目不見得要從地底做到後面了 你可以自己跳 來,這一題就要考考你了 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都看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 請問 這個 數字越大 是不是畫質越好 所以我不可能考這一種 誤入你 對不對 所以我要考的是下面這個 這個數字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高度 還是你覺得 另有引擎 好 你就選好 然後按提交 這樣了解 投票題就是一般兩更遠的 就沒有那一種的 好 再來你看 我們來看 這裡 欸 還有塗鴉題 欸 有些時候 那種 單選 複選 考不出程度 對不對 有些什麼提示啊 比如說 你看 有那個流程順序 你是不是要讓他 他真的會 他才有辦法做 對不對 你用那個 考問答題 他有時候覺得太難 你看一下 進來之後 有沒有 右手邊就提供繪圖的工具 預設就是筆的 所以 這題實在是不好意思問你們 會有兩個 一個入口 一個出口 優門感激情 多於一個優門 你就用這支筆 給他畫下去 這樣了解嗎 畫錯了怎麼辦 你就 從來 這樣 畫完之後 不是就離開喔 要提交結果在這裡喔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比如說你如果是 流程 一是怎麼樣 然後到二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就要很清楚知道 才 才要回答 我們要的是他會 而不是用猜 猜對 運氣好 但是沒有辦法 永遠都靠運氣 對不對 所以 好了 你就按提交 這樣了解齁 所以他有塗鴉裡還不錯吧 跟其他的平台不一樣的 再來 齁 我最喜歡 老師最喜歡這一種 題目 就在影片中 你花綜藝節目 幹嘛換過一塊呢 有對不對 嘿啊 你看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這裡 喔 我會出現一下 哈哈哈 表示你有在上課嗎 來 點進啊 那我這裡有寫 題目我會出 在3分14秒出現 好不然你要看很久啊 對不對齁 我就出現在那裡了齁 好來 OK 所以 3分我就跳過來啦 3分14秒 從這邊 好 我就偷偷跳過來就好 好 這裡他有問問題咯 B 炎 C 國元的神奇魔法 有沒有跳出題目 有 這樣了解嗎 萬一給他答錯了 這樣嗎 再試試看啦 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一個影片可以出多少題 隨便你啦 隨便你啦 但是出超過三題 這樣 學生能改善分喔 老師我只想看影片而已喔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這樣會打擾他嘛 對不對 但是 因為每個人看影片速度不一樣 反正 老師也不用記得 我的要在哪裡出題 你要按暫停 不用 他自己進去看就會跳出來 這對於他自我學習是很方便 對啊 你就不用說老師隨時在當你的書童 齁 你看到哪裡 注意一下第幾分 那個東西齁 不用 他就會跳出來了 這樣比較簡單齁 好 再來呢 順便停一下 剛剛不是有筆記功了嗎 你看我現在是看到三分十六秒 如果我在這裡 好 我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他幫你把筆記 紀錄 時間進來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想到說 啊 我剛剛那一梗我就按下去 有沒有就回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跟你的筆記就在一起了 有沒有跟你的筆記就在一起了 教材跟筆記不就在一起了嗎 因為影片 他是一個什麼 有時間走的嘛 有時候你記下來 你還忘記 他是在第幾個 哪一個段時間 是不是還要回去重頭看一次 這個就是他 比較好玩的齁 那 最後當然他也 不能免書 可以直接交作業上傳 不過我想這個 對各位來說 大概就用學校就好了 齁 因為這個在玩弄現在 各位的免費帳號裡面 是沒有這個功能 付費才有 付費才有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當然如果說老師 你想要用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現在有開放的 檔案上傳統 最近開放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檔案上傳統 其實這邊也可以做 好 這樣請老師 自己測驗一下 你看 測驗好了 你可以先看 統計 我有開放 哪裡可以按統計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進度 按下去 現在只有我而已 這樣有看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回答的情形 我有開放喔 等一下你可以看喔 然後你點這個進去 就可以看到每個人 回答的情形 好嗎 好嗎